欢迎观看真乖点 我是真飞 之前准确预言了夫妻种种罪行的那位参议员 Rand Paul最近有报惊人之语 他说现在的新冠病毒致死率是1% 已经在全球造成了350万人罹难 但是武汉病毒所还有更危险的病毒 他们正在研究致死率达到15%的病毒 可能造成全球死亡的人数就不只是350万 而是5000万了 他这种说法从何而来 为什么会有这么准确数字的情报呢 如果他的爆料像预言扶起那样准确 那就太可怕了 最近欧洲人报的调查记者 马克森在新书《武汉真相》中揭露 早在2020年2月24日 中共军方科学家周玉森 就申请了新冠肺炎的疫苗专利权 要知道在大众的印象中 武汉最初爆发疫情的时间是2019年11月 而到2020年1月20日 中共才承认爆发了疫情 到3月11日 世卫才宣布疫情进入了大流行 而周玉森却能够在疫情爆发后的3个月内 中共向世界确认疫情的5周之后 比世卫宣布大流行还早的 就研发出了疫苗 这么快的速度有没有搞错啊 一般来说疫苗的研发最快最快也需要至少半年 就打他半年好了 那就是说中共在19年8月份之前就开始研发新冠疫苗了 那时疫情不是还没爆发吗 就开始研发疫苗了? 还真是党媒央视网5月份那篇报道里的一张图露了线了 看这张图上的疫苗生产日期是多少好? 2020年2月26号 刚好就是周玉森申请专利的2天之后 而这图中这个疫苗是康星斗公司 和解放军军事研究院的成威团队共同研发出来的 所以在2020年2月份成威就已经做出了疫苗 而周玉森又抢着要申请专利 说明它也做出来了 那就意味着疫情爆发3个月不到 中国就至少有2种新冠疫苗了 按照疫苗研发速度来推算 19年8月份以前 原来中共的军方科学家就在你争我夺 真先恐后的研究新冠疫苗啊 他们如果不像阿南德那样会掐指一算 预测病毒将要来了 那就只剩这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了的 病毒在哪里 什么时候释放 怎样在社会上传播 怎么用疫苗去防疫 所以赶紧研发吧 保住自己的命药精 我呢就猜测一下 等着看我算的准不准 不过无限可疑可是真的 而且疫苗的研发显然只限于军方内部 申请专利的周玉森以及成威 可都是榜上有名的 多年渗透美国病毒医学界的中共特务 周玉森同时具有美国和中国的研究背景 他曾经在美国匹茨堡大学 从事医学博士后研究 与纽约的血液中心还有合作 后来进入中共军方与成威 石正丽 以及一些美国的科学家密切合作 还多次获奖 知名的美国陆军退役上校 科技指挥控制专家Lawrence Stilling说 这些具有中共军方背景的科学家 多年来渗透美国 已经在美国的病毒研究行业 建起了庞大的网络 利用美国的研究资源和资金 为中共军事病毒研究输送资金 人员和技术 而美国那些有用的白痴不清楚 在中国这军民研究压根是没区别的 还积极参与其中呢 福奇就是一个最典型 但是绝非唯一的一个例子 上上几节目我们讲了 福奇领导下的美国卫生研究院NIH 自武汉病毒所成立以来就年年送钱 这真的是深刻的演绎了什么叫做傻白甜 被摆在眼前的硬头小丽给迷昏了 结果被利用了出钱出力还不自知呢 说到专利似乎也体现在周玉森与陈薇的疫苗之真上 为什么说真呢 刚刚我们讲了 周玉森2月24号提交了专利申请 而两天之后陈薇的疫苗就生产出来了 这专利对陈薇来说不香吗 当然香 不过陈薇是在3月18号申请的专利 而中国的首个新冠疫苗专利最终也是在8月 降临到了陈薇的头上 那比他先申请的周玉森呢 死了 去年5月份 周玉森突然离死 原因不明 相当离奇是不是 而且更可疑的是 这样一位备受尊从的军事科学家 居然看不到任何官方的报道和哀悼 而且他的死讯是足足满了2个月 直到7月份才被曝光 而且还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句 已故 感到悲哀的同时 也不禁让人怀疑他的过失是否不单纯 一个大胆的猜测 周玉森和陈薇会不会有 疫苗专利上的争夺 期间会不会有巨大的利益内幕 一个值得关注的线索是 和陈薇合作研发生产的康西诺生物公司 自2009年成立以来就一直在亏损 2019年3月在香港上市时也是股价平平 但是就在19年的11月 就是世界上广泛认知的疫情爆发时间 也是和成为共同研发的疫苗 从生产线上下线的3个月之前 康西诺的股价突然疯涨 在2020年8月获得专利后的2天 康西诺正式登陆了国内A股的科创版 股价更是一路飙升 可以感受到这里面牵扯的巨大利益可不小 虽然周玉森的离世和成为可能没有必然的联系 我们也只是尽可能把这背后的facts呈现给大家 不过你们有什么猜想也留言给我分享一下 讲到这里无论是Randport爆料还是周玉森的疫苗 归纳起来就是两个重点 一是新冠病毒是否就是中共有预谋的泄露的生物武器呢 第二就是美国在这场瘟疫大流行中扮演的角色 到底是什么呢 这两点我们要记得哦 下面的内容都会围绕着来讲 上期节目我买了个关子 就是历史上中共并不是没有泄露过生物武器 怎么说呢 还记不记得上期节目我们讲的苏联那个名字很复杂的城市 因为工人说乎而导致武器化的碳居泄露 酿成人间惨案 这个真实的生化危机后来被最高级别的苏联生物战叛逃专家 阿里贝克写进了书里 这本书就叫做《生化危机》 在这本书当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当年苏共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瞒着世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大力发展生物武器计划 也会监视全球的生物武器研发 有一次苏联的间谍卫星俯视中国时 发现了在偏远地区 有一个疑似是大型生物武器工厂的地方 旁边还有一个研制核武器的基地 不久 克格勃的情报人员发现了证据 在80年代的后期 这个地方突然发生了两次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 病毒性内出血流行病 而这完全不像是源于本地的传染病 最终 苏联的分析人员得出结论 这些疾病是中共将病毒武器化的一个实验室的意外泄漏 而引起严重出血的病毒性疾病 包括马尔堡热和可怕的埃博拉病毒 这两则都是非洲特有的 在阿里贝克的书出版后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收到了很多关于这段历史的询问 但是什么答案都没有 而且我在网络上也几乎查不到任何相关的信息 踢嘴 阿里贝克的这本书当中 还揭露了很多不为人知的苏联秘密武器 比如在80年代 苏联达到研究生武器顶峰时 有多达6万名员工 有200个碳局病毒专家 而对比当时的美国 只有 你们猜几个?两个! 这些充满了传奇色彩的历史密文 我们以后找机会慢慢讲给大家听 所以订阅真观点最重要啦 顺便也给我点个赞哦! 如果阿里贝克所述的事件是真的 苏联情报人员的分析是真的 那么中共研究生物武器的历史就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早 甚至出现过泄露导致病毒肆虐的后果 和国际上对生物武器对人类的大规模杀伤性的担忧不同 中共表现出来的可一直都是对生物武器研发的乐此不疲 早在2011年 解放军出版社的《新武器》一书中 就把基因武器和新概念生物武器单列出来具体介绍了 在2017年 国防大学校长张世波在《战争新高地》的书中 把生物武器定为新型领域军事战略 表示生物科技革命将引领新一轮的军事变革 当今的这生物技术进步为创造新的 根据毒性 传染性和抵抗性的合成病原体带来了可能 等等 还有很多 我们不一而说了 要知道 无论是传统意义上 把病毒细菌武器化的研究 还是现代比如基因改造 克隆等这类新型生物武器的研究 中共都已经处于前沿了 这背后的原因众多 但是最直接的一个就是 在西方世界 这种涉及伦理道德 涉及未知的对人类的危害的研究 根本是很少有能进行深度研究的 因为有法律的约束 而在中国 只是用行业的规范来约束 而且这种毫无道德底线 一心只为扩大权力和欲望的生物武器研究 只会成为恶魔的种子 给全世界带来的只有灾难和风险 没有任何的好处 如果病毒真是泄露的 那就算提前研发了疫苗 又能够保证打了疫苗就一定不被感染吗 疫苗的副作用 我们真的全部都清楚吗 当今的科学就像一个只有入口没有出口 但是又在不断缩小的迷宫 拿病毒来举例 科学家们为了帮助人类 抵御潜在的病毒威胁 所以要研究病毒 但是没有道德准则的人 总会有利欲之躯 一旦越界 武器化的病毒就一定会有泄露的风险 到时就又开始寻找应对之道 研发疫苗了 可是疫苗又有什么潜在的危害呢? 接着又得赶紧紧锣密鼓的去研究疫苗 那如果疫苗发现了什么 又得赶紧想怎么解决啊? 毕竟这疫苗是防病毒的呀! 那么仅仅在这一个例子上 人类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小 最后甚至被科学反噬 毕竟最初的起点就是为了科学研究嘛! 在这个世界上 在这个治安界中 科学所未知的有太多了 就算已知的成就 又有多少是科学能够完完全全统领的呢? 我是学科学的 这只是有感而发而已 我们一起探讨 这关于我的背景嘛 我们10万订阅的特别节目Q&A会跟大家说的 所以一定要订阅哦! 刚刚我们说 请大家记住的两个重点 第二个就是美国在这场世界大流行病中扮演的角色 为什么这个很重要? 我们来看一看最近名利场的一篇长文 所揭露的美国政界 商界 科学界 就病毒起源问题的内部角力 从里面来看看这一年多以来 福奇乃至美国 为何要封杀病毒起源的不同观点? 这背后各方势力之争 可不简单! 这个调查是名利场对40多人采访 对几百页的美国政府文件 包括内部的备忘录 会议记录和电邮进行详细的审查之后得出的 我们从疫情爆发后的19年的12月9号说起 这一天 来自于4个不同机构的12名美国政府雇员 聚集在了一个会议室里 讨论即将到来的世卫赴武汉的调查 会议当中 大家一致认为 要向中国施压呀! 接着 话题就转到了更敏感的问题 那美国政府应该对武汉病毒研究所说些什么呢? 当时 美国政府已经收到了武毒所 早在19年的秋天 就有3名进行冠状病毒 Gain of Function 功能增益 或者功能获得性研究的人员患病的情报了 这时 美国国务院国际安全和防扩散局的 生物政策主任 Christopher Park 提议 不要说任何会把矛头指向美国政府自己 在功能获得研究方面的话 与会者们彻底震惊了 嗅到了掩盖的气息呀! 在美国政府内部 有两个主要的小组 负责病毒起源的调查 一个是在国务院 另外一个是国家安全委员会 NSC下面的一个小组 国务院相对来说 更加关心的是 中共在疫情大爆发时的掩盖 但是在2020年1月份 中文的社交网络上突然流出了一种观点 直指病毒起源于武毒所 虽然很快就在网络上消失了 但是还是被美方的情报人员发现了 其中就包括前国务卿 蓬佩奥的中国问题专家于茂春 余茂春开始搜集武毒所的资料 并遞交给了蓬佩奥 另一边 博明批准的NSC的调查小组 只有很少的人 因为太多政府部门反对病毒溯源 在2020年4月份 小组人员发现了一个有11位 中共军事医学科学家的实验 这个实验测试了人化鼠肺对新冠病毒的易感染性 人化鼠肺 我们这期节目讲了 里面还有很多和今天节目相关的细节 所以错过的朋友 记得去看哦 那么美方就开始倒推这项研究的时间 结果发现 这些实验的小鼠 早在19年的夏天就有了 而那时大流行还没开始呢 所以中共军方在研究哪种病毒 更容易感染人非吗? NSC的调查小组 以为他们发现了重要的证据 马上就开始联系其他的美国政府机构 但是谁都想象不到的是 他们全被解雇了 与此同时 前CDC主任Robert Redfield 也收到了死亡威胁 他预料到政客会这么做 但是没想到的是 这个威胁来自于科学界 他曾经告诉CNN 他第一次清到病毒时就联想到了武毒所 毕竟在全世界上只有三个地方在做此来研究 武毒所以及在德州和北卡的另外两个 NSC调查小组里的Matthew后来发现 在政府里有太多的专家参与了批准 或者是直接收到了Gandle Functions研究的资金 他们因为自身牵扯的利益 都在搅乱这个局面和破坏公正调查 直到去年8月 国务院的调查小组已经放弃了 NSC的调查小组几乎都被炒了 所有病毒实验室泄露之说 成了不可能 不准确 甚至是不道义 结合我们之前节目说的科学界 对中国合作伙伴的声援 以及我们今天讲的政客的掩盖成为帮凶 他们所共有的原因有四 反川 亲共 自己的利益 以及免于被牵连 如今被联手封杀将近一年时间的 实验室泄露之说又重回大众的视线 中共的官员叛逃 夫妻的邮件被泄露 拜登不得不重启调查 这些是不是都在印着 无论如何掩盖真相总将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呢 而中共 违反国际公约 私下研发生武器 疫情爆发初期隐瞒世界不报 甚至对疫情起源四处找背锅匣 阻碍溯源调查 如此种种 美国又该扮演什么角色呢 是一直以来的政治正确 表面合作实际成帮凶纵容 还是坚守正义 担负世界警察的大国使命呢 这让我想起了2020年的美国大选 那是一个无比遗憾的结局 在经历疫情重创的今天 美国到底能否认清中共 做出正义之选 何尝不是一个又严肃的考验呢 每一次这样的大是大非 都是面对未来的重要抉择 而对于每一个人而言 无论是光鲜亮丽 还是平凡无期 也一样无法避免在面对正的和负的交叉路口上 做出自己的选择 最后一句话我们共勉啦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善恶终有报 只是实为道 好啦 感谢您观看今天的真观点 对啦 悉心的朋友可能发现了 我没讲911后探军武器袭击美国的事件 因为那个故事太长了 而且很精彩 我又不愿随意交代过去 所以我想以后找时间专门来做一切 要等着我哦 订阅 打开小铃铛 第一时间观看新的影片 我是真飞 我们很快又再会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